为了让孩子们学习到性侵害防治以及情绪管理等观念 中华青少年纯洁运动协会连续两天在爱兰国小 以话剧以及向身的方式向学生做宣导 校长邱国锋感谢协会的用心 让孩子从小就能够学习身体的自我保护 以及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华青少年纯洁协会 到学校来进行性侵害还有情绪教育的课程 那么昨天下午他们是针对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进行戏剧的表演 那今天上午是透过相声的表演来带给中年级 他们性侵害相关的一些防治观念 那我觉得这个性侵害防治还有情绪教育 要从小来落实扎根 让小朋友他们知道一些应有保护的措施 那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让陌生人甚至亲近的人来接触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这个观念从小就要来落实 那我们昨天除了戏剧表演还有今天的相声之外 另外五年级的情绪教育也是入班来进行相关的课程 那我真的非常感谢纯洁协会他们带来这么棒这么精彩的课程 先议员陈一军表示 看到青少年纯洁运动协会用活泼生动的方式做宣导 让孩子们更容易吸收 因此也建议县府教育处对于一些青少年宣导工作 不能只使用自视的教导 应该要以更活泼的方式来做 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宣导效果 今天我们在爱兰国小看到了青少年纯洁协会 他们透过相声的方式来教导孩子 怎么样能够保护自己尊重别人 然后做非常有效的性侵害防治 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说整个相声的内容 是经过相声大师的设计 所以能够得到孩子很大的回响 那又加上后续他们有做一些Q&A的 这样的一个问答 确定孩子有正确的对于性侵害防治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那再来他们也进班跟五年级的孩子 做了这个情绪管理 昨天两堂课今天两堂课 那我觉得任何的宣导最重要的是效果 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一种很无趣的一种宣导 就是讲话这样而已 对孩子来讲是没有效果的 那像他们是透过戏剧或者是相声 或甚至进班跟孩子做互动 那这样子的一个宣导的效果才能够达到 学校方面也肯定中华青少年纯洁协会 连续多天在普里镇各校园 做性侵害防治以及情绪管理宣导的活动 落使孩子们从小养成正确的自我保护 及情绪管理观念 记者陈云志 普里镇采访报道